大暴雪即将来临 今天全程瘫痪 这可是卡尔加利 无法想象 如果今天早上起来 如果我还在开公交 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 看看我给小人准备的早餐 极其健康的早餐 我女儿不喝巧克力奶 牛奶 巧克力和牛奶都混合 花生酱配面包 全古物面包 然后全古物配纯酸奶 全古物 是什么全古物 这是我从Costco买的 Oatmeal Cookie Crunch 纯天然的 完全天然的 没有任何添加的 全都是粗纤维 好 我们采访一下这位男士 孙岸晚上你睡得好不好 好不好 好好说 昨晚睡好不好 不好 我看你睡是最好的 把被子都滴 都完全都踢到地上 你睡得好不好 这位小美女 睡得很好 但 I forgot forgot about the thing 然后那钟 然后那钟早就想了 你怎么老是中英文混着说 都混在一块说了 你也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这个好吃吗 这个Crunch 吃那个 吃那个花生酱的面包 大雪已经开始了 15到30厘米的雪 天哪 我刚才查了一下地图 全程现在都是一片红一片黄 全程瘫痪 全程瘫痪就意味着我现在走哪条路都会堵车 我只能用一下我的特殊技法了 什么特殊技法 就是当初开公交的时候 能知道一些小路 一些超近道的地方和社区 先把雪扫了 坐孩子上去 刚刚把加盟壳雪扫完了 扫好了啊 小朋友都走着上去啊 好 走 最下边那层的雪还是很薄的 而且很软 还没有完全冻冰 因为前两天的 很高的气温 对 然后这一下要下雪了 好 多喝水啊 哎呀 送完他们俩了 然后开始我今天的任务 看看这雪 看看这雪现在是越下越厚啊 越下越厚 没有没有减小的迹象 雪 出发 回家接媳妇去 这样肯定是地方不够 要把座椅放倒 座椅全部放倒 才可以装那个车 要不然的话自行车是装不进去 北国风光千里雪飘 看看 这个雪现在有多大 其实还好不算太大 还没有额毛大雪 主要这边的雪啊 就跟面粉似的 特别干 干燥 然后容易 积压成那种特别厚的雪 第一场雪 往往是热了好几天 气温 地表温都热好几天 然后第一场雪其实还好 然后往后的三四天 一动一化 再一动 这路上就全程冰了 就变成冰场了 到了 没人啊 下边有人 下边有人 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自行车还真给搁进来了 天呐 它是怎么琢磨出来才能搁进 上次我开我那个小的van我都没开进来 它竟然都能放好了 应该不会磨吧 慢点开就完了 好 就这么着吧 好 到家了 行了 我来卸吧 一辆一辆卸 你到侧门 你到后面侧门去帮我扶点轮胎 先扶那边那侧门 然后你等一下 然后我这边拉出来 先拉小的再拉大的 对 来 轻轻的 等一下 抬一下 千万别管了 稍等 稍等 我倒一下手 等一下 二 三 还行 不是很沉 好 松手 等一下 我倒一下 倒一下手 等一下 还有油呢 我倒一下 你觉得这车比你的车还沉 15厘米的雪好像停了 这不像15厘米 这下了没多久就停了 我老婆去调一下录像 调一下监控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在高速上遇到一起 那个车在甩尾 差一点就把自己给撞了 回来 你别出去 然后一看那个人好像是一个中国人 要不就是一个亚裔 然后我老婆说把那录像调出来 给大家呈现一下 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自行车的说明书 先替我朋友看一下 左 简单的小工具 还有 你别挡在这镜头啊 说明书 什么你都好奇啊 为什么你什么都好奇呢 来带上吧 今天晚上 今天中午的这个 本来预计的这种暴雪 还没有完全到来 然后我们已经安全到家了 这一路 十分惊险 十分惊险 刚刚把我这个 车户门口的这个路都给 扫干净了 很惊险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车左右摆尾 然后在路上都已经转圈了 都在高速上已经转圈了 后边差不多三四辆车 包括我那辆车 包括我完全都减速 非常非常惊险 当时它的速度从我左边超过去的时候 应该是在 九十万左右 那个雪那么大的情况下还开九十万 不可思议 最后到我前面要抄别的车的时候 已经在摔尾了 这种天气绝对不让 我把轮胎上装了 他妈的铁链都没过 非常滑 非常危险 是 那天我有点险 我说 他们家拿这一车 这特别大的车放车路里 不用 下雪天 开出来的 装东西都不用 先把车 那家车打滑 好逼了吧 好带有雪 做个反抄 对 就是刚刚我这个视频给大家展示了 根本现在路上开车就不会慢下来 就下这么大的雪 刚才大家在看我那监控录像的时候 就是 那个车从我左边抄过去之后 当时那个速度绝对是有九十的 跑到前面以后 最后自己可能转弯 那个避线速度有点快 然后 已经开始打滑了 然后他那个打滑就变成连锁反应了 从最左边的车道 一路转圈转到最右边的车道 然后从 一直最后到右边的那个隔离墩 到那隔离墩那 但是幸亏底下没有冰 如果有冰的话 他直接就甩尾直接撞到隔离墩上 但是他没有 是因为底下没有冰 然后 他停下来了 我当时一瞬间往右转头 瞟了那哥们一眼 我老婆也说 那是中国人 然后我瞟了一眼 我觉得那哥们脸都白了 自己给自己下了 所以下雪的时候 尤其是像在卡尔加里这种 突然的极端天气 一定要慢下来 dearfoot上边限速是100 下雪的时候我就开80 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还是要慢点 还是要谨慎驾驶 OK 今天的旅程和这个视频就到这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拜拜